音乐有过去有现在 一定有未来 它是永远不会止息的 所以在我们今天 这个论坛的最后一堂压咒 就请到了佟振元教授 他是未来事件交易所的佟教授 他在预测市场研究中心担任 研究中心的主任 同时他也是政治大学的教授 那么今天他就要和大家 有30分钟的分享 分享这个心儿歌的预测平台 好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佟振元教授 他也要站在台上的讲台 因为方便他来操作电脑 好 谢谢 我们掌声欢迎佟振元教授 谢谢 好 谢谢卫台长 那么各位老师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想最后一堂课 通常大家都急得要回去 所以我们会尽快的 在这个时间子内的把它讲完 那么刚刚我稍微提前一点来 听到意大利的儿歌的这个介绍 那真的是国家心中无限的回忆 因为小时候的儿歌就是我们一出生 最记忆最深刻的 包括说我们很多童年的回忆 都是会跟这个儿歌相关 当然各位是当幼校老师 所以其实给我们很多童年的回忆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时代在进步 对不对 我记得那时候还在唱这个TOO 这个妮娃娃 或者说有妈妈的孩子四个宝 等等等 这些儿歌其实都耳熟能详 不过我们随着时代的进步 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创作 来体现这个时代的一个进步 那今天呢 我想这个文建会 现在的文化部 其实有很多的创作 其实慢慢的 能够变成我们这个时代 新的记忆 新的美好的一个回忆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需要有一些机制 让大家来了解 这样的一个新的儿歌 不过要能够去形成一个新的文化 真的不容易 因为要能够变成耳熟能详 需要花一点时间 需要花一点精力 那我想各位如果 我们在这边有四五十个人 假设说我们现在说两首歌 比如说TOO跟妮娃娃 这两首歌哪一首比较好 我们现场调查一下 妮娃娃比较好的举手 都没有 一位 那TOO比较好的举手 好 放下 我想这样很容易 所以我们透过调查 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哪一首歌比较好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有三首歌 再加一个说 比如说我们讲说 有妈妈是一个宝 那这样三首歌 我们要来做调查 所以变成说 大家要举一首三次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要 全台湾的人进来 来做调查 那这样的话就更加复杂 而且刚刚跟各位讲说 我们一个人一个人 一票来这个投票 但问题说有些歌曲 你觉得非常非常好 但有些歌曲你觉得 可能还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盲点 你说妮娃娃跟TOO 这两首歌都一样吗 其实刚刚的一个态度 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 加权的方式来进行 那当然我们现在变成全球化 电子网路化 那现在大家都脱离不了手机 脱离不了网路 所以如何透过这样的一个 网路的一个方式 来进行调查 那这样的话 我们呈现出一个台湾 一种华人歌曲 一个新的儿歌的共识出来 我想这今天来跟各位来做个介绍 希望让大家来了解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但是呢 有助于我们创造一个 新的儿歌的时代 那特别是说文建会 过去文建会 现在文化部 有花了这么多心血 如何让大家能够变成是一个 未来可以教导学生 教导我们这些小孩子下一代 变成我们新的一个价值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不是很简单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个方法 那刚这个卫台长提到 所谓未来生交易所 这个是因为电子萤幕 所以会把光比的这个光 熄掉了 就未来生交易所 它是一个这个预测 也是一个评鉴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就透过 类似大家知道股市嘛 我们说台积电 或者说鸿海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公司 哪一家比较具有潜力 比较会赚钱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交易方式呢 来把最好的一个公司 最好的业绩 把它呈现出来 好我想很简单的说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那当然我们希望设计一套 让各位更容易清晰了解的 一个方式 所以呢 透过这个方式呢 我们能够汇聚大家的意见 大家的资讯 而且各位想想看说 我们现在信和歌 其实创造出来有七集 那每一集呢 大概有三十首 所以加起来两三百首歌 我们如何去汇聚 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现在这两首歌 四五十个人投票很容易 可各位想想看 如果现在是两百首歌 我们怎么投票 每一首歌又有不同的意见 每一个人的看法又不一样 我们怎么投票 然后况且 我们要怎么让大家都能进来 所以呢 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希望让大家来参与之后呢 我们可以形成共识 然后最后呢 我们这个提出一个 新儿歌的一个版本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把现在目前 这样最新儿歌的歌曲 放上去 让大家来做评价 那目前 解密书这边呢 他特别挑演出来 根据几位 我们在儿歌界的一些前辈 挑演出来说 我们最新的儿歌 那么最有价值的儿歌 现在先挑出四十五首 那这四十五首呢 我们再透过大家来参与 我们希望能够挑出前几名出来 这样未来呢 我们就可以推广 让各位 这个在未来去教 教导我们下一代的时候呢 更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 那当然整个活动过程呢 我们大概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这个要推广到全台湾 我们也会发文给 全台湾各地的这个幼教老师 让各位来真正的来参与之后 表达一些意见 那我想这样的话 未来我们再传递下去呢 才会有更高的一个共识 那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是说从这个十一月十二号 到十二月一号 我们先进行初选 其实就好像刚刚 大家这样的一个投票一样 对不对 我们讲说这个TO 大家就会认同 但是问题现在有两百首 有四十五首 那怎么办呢 我们先筛选一半 先筛选一半 那四十五首歌呢 先筛选到现在十五首 然后十五首之后呢 我们再进入决选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至少让大家 大家先有一个阶段性的就是说 我们先把一些 这个去武存清嘛 先把一些比较觉得说 不好的歌曲先排除掉 那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进入决选 从十二月二号到十二月十六号 那这个复选的过程 就是让大家能够专注 最后我们看这十五首里面 哪一首比较好 那这样的话更聚焦 我们可以看到未来 大家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共识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 当然我们希望在辅助 做一个问卷调查 看看大家对于这个过程 所形塑出来的一个共识 这样是不是有它的信度 因为我想各位做社会科学研究呢 我会讲到说信度跟效度 那你这个信度一定要够 所以我们后面呢 才会知道说 原来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这个结果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是开放给所有人来参加 我们希望不仅是幼教老师 当然幼教老师很重要 但是还有爸爸妈妈妈 有小孩啊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进来 共同来创造 缔造我们新时代的信儿歌 那所以呢 包括说幼教老师 幼教系所的学生 因为毕竟他们未来要传承下去 包括音乐的工作者 包括刚刚像卫台长 或者说解秘书 或刚刚我们有一位 这个台里面的一个同仁 包括我们在这个音乐 这个接触的对象 比如像儿童的这个家长 还有一般的社会大众 所以透过这方式呢 我们让所有人来认识这些信儿歌 同时更重要的是 能够评见这些信儿歌 那么怎么来做 我想第一个呢 当然希望各位能够有一套密码 一套账号 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大家说 到底谁进来了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教育过程 所以需要有一个账号 他才能给你点数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想各位手上都有一张传单 那这里面就说 我们会有一个 这个信儿歌评见活动的 这个注册网址 那么注册之后呢 我们会给各位 一套账号跟密码 但更重要的是 前三百名呢 是不用这个交钱 就可以参加了 为什么要交钱呢 因为我们提供了奖品 所以前三百名 完全可以不用钱 我们就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 那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真实去 汇整大家的意见 对不对 我们讲说 随便投票 那我们当然都会投 可是如果有点奖励的话 那这样的话 大家的投票行为 会更加这个聚焦 更加的真实 所以前三百名呢 我们完全免费 那后面的人加进来 我们全部累积变成奖金 不是说我要收任何一毛钱 各位可以看到说 这里面呢 只要增加了人 我们就全部变成奖金 那这样的话 才能够累积 让大家更加积极的参与 第二呢 我们也希望说 有个呼朋引伴的活动 那只要你邀请五个人 那我们就送你一百块的 这个兑换的礼券 所以呢 透过这个方式 我们要有一个积极性 因为不然的话 这样的活动 没有人要参与 对不对 那这个奖金呢 大概每增加五十个人 那就一百个人 就会增加五千块的奖金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方式 让大家能够真正进来 你的评鉴是真正愿意来参加 那你的意见也才会更加真实 那么所以进去之后呢 这是一个我们申请密号的 一个申请这个帐号 跟密码的一个网址 那我想各位应该未来 都会再收到我们的email 那所以呢 这个过程里面 只要你按进去 你就会看到说 这样一个流程 很简单 姓名单位 职称跟email账号 大概就这样而已 还有一个电话 这个联络的一个资讯 那么这个是整个 我们活动的专业 就是告诉各位说 我们整个活动是如何进行 那第二个 有些基本的这个教导 各位进行这个交易的过程 那大家听起来 这个交易好像非常复杂 不过我们这边设计 都会很容易让各位来认识 第一个呢 这是未来生交易所的网址 就是hpuccio.org 那么hpuccio.org 进去之后 要用各位那套账号密码 因为它这个交易所呢 它是有它的会员在 所以我们只是要进去 它的一个专案 来进行一个评件 所以呢 你用这个账号 在那边有个登录 登录之后呢 那么进去这边 有一个这个专案市场 就红色的按进去 按进去之后呢 我们说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呢 就是一个初选 那按进去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说 有一个叫申购 其实申购很简单的讲 就是要投票 就投票 各位就是要投票 那你认为说 这45首歌里面 哪一首比较好 你就按申购 那就是投票 那投票过程里面呢 你会发现有个申购的口述 我们讲说 每一首歌其实你都喜欢 但是你有没有 比较喜欢的一首 如果你现在有100票 你会怎么分配 所以呢 这个里面就是一个 加权的概念 所以这两个人 就是我们很简单初选 所以你说 TOO你很喜欢 你要给他8票 那我们最多给你1000票 每一个这个 这个歌曲 最多就1000票 所以你就可以投票到 最多1000 当然你认为说 普通我给他500票 你认为说还好 你给他300票 甚至你不喜欢 给他0票 都可以 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呢 我们就很简单的 去做一个初选 那这样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 一个复选 那可以看到说 那就到底有多少人 喜欢儿歌B 还是喜欢这个儿歌A 所以这个就很简单 投票过程 就刚刚我们所 做的一个调查 那这样的话 也很简单 很快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是要进入 所谓的这个 真正的 这个交易 那么因此呢 这个一开始进去之后 专案市场进入之后呢 要点这个 专案市场这样的名称 台湾新儿歌的 评验活动 那么刚刚给各位 一个纸条 还有一个这个DM 那这个纸条呢 就是里面有个账号密码 这个就是让大家 随便去玩的 就是说 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测试的一个 活动的专案 已经在里面了 所以各位现在进去 都可以随便玩 都没有任何影响 当然也没有奖金 也没有奖品 那个是现在给各位 随便进去测试 了解一下说 到底怎么交易 那么这个进去之后呢 就会发现说 这边有新流行 儿歌的评鉴 那市场是有妈妈好 有没有就是这样 你可以听得到 那进去呢 我们看到说 可以按申购 申购就是投票 对不对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就会有这个 申购的数量 就是你投几票 我们最多每一首歌曲呢 让你投一千票 所以因为你 等于有个加权嘛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歌曲 你每一个都一票 那每个人 都是一样的一个认同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了解 未来的一个共识 不容易 所以就很简单 一个申购就是投票 申购口数就是加权投票 那加权的方式 零到一千 你要投零 就表示说 你完全不认同他 你要投一千口 你就是百分之一百认同他 那当然中间就是一个程度 所以我想这样的话 就很容易来进行操作 那么到第二阶段 要绝选的时候呢 它的页面呢 就不太一样 它的申购变成叫预测 那预测呢 其实就是我们真正 就要去评价它 那么这里面呢 就会除了预测 这样的一个变化之外 它会变成说买进卖出 还有你的这个 买入的这个口述 因为这边呢 我们要希望更聚焦 所以呢 我们希望有更具体的 表达你的意见 比如说今天台积电 各位要买三百块台币 还是两百块台币 这表示说 我对它认同感有多高吗 所以买卖的价格 就代表你认同的一个程度 这第一个 我们稍微更复杂一点点 但是呢 就表达我们的认同程度 第二个呢 我们认同的一个这个比重 比如说台积电 你非常有把握 它明天股票会上涨 所以呢 可能你就认同说 我要买两千口 当然这两千口非常少 因为它一定 一张股票就一千口 那所以呢 有时候你会买很多 这个地方我们就没有限制 不过你的总点数 你的总点数是有限制的 那因此呢 必须要审慎去买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价格就代表说 我们如果认为 你现在看到说 它二十块钱 你认为它太低了 你非常认同它 你就买进 你认为它现在价格八十 你认为不认同它 那就卖出 所以很简单 这样一个理由 那么因此呢 这个价格就代表 反映出儿歌它的喜好程度 我们非常认同 这个女娃娃 或者说TOO 我可以要九十块钱买它 那就买 可是九十块成本就很高 你的点数就会很快就花完了 所以你要审慎去看看 这样的一个价格呢 是不是符合 你对这个歌曲的认同 那么再来就是说买卖 你认为说认同它就买进 那不认同它就卖出 所以这样很快的一个进行 那么这个是我们整个进去 所谓第二阶段决选的部分 预测 就是说我们第二阶段要去评价它 那么买卖 你如果认同它买 不认同它就卖 所以很简单 这样的一个逻辑 但是买卖之外 你认同跟不认同 你的程度多高 那你就是要看它的价格 然后你的这个认同的信心有多大 就是它的数量 对不对 我刚刚讲台积电 你认为说它现在价格是300 太低了 它应该会涨 所以赶快买进 可是你认为它很有信心 它应该会涨很多 所以你可以买3000口 或者说5000口 甚至说10张20张都可以 那这个就看各位的信心 但是各位点数有限 所以你必须要去分配 要去能够赚到一个最大的点数 那么因此这个点数 就是我们最后要鼓励大家的一个基础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确定说 到底你有没有真正去认真去评鉴 那么因此我们最后评鉴就是 最佳教育奖项 我刚刚提到说 各位进来 因为基本上各位都应该不用再缴费 就是我们就可以进来拿 拿这个奖金跟奖品 那么一旦进来之后 我们没打百一个人 我们就提供5000元的奖金或奖品 达到2000人就会拿5000 两个人拿到5000元 所以这样以此类推会越来越多 如果全台湾当然有5万人参加 那不得了 那是可能好几百万 不过这过程里面 我们就前300名 那他是不用交钱 因为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让奖金的自动不断地增加 第二呢 我们当然未来会请各位提供问卷 那也会提供一些奖品 那么最后呢 互捧影办的活动 刚刚各位提到 你只要找五个人进来呢 我们就让提供礼卷100块钱 所以我想透过这方式 我们希望能够缔造 我们未来的一个新额歌的时代 因为时间很有限 所以大概剩下四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是不是在开放各位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的话 我很快跟各位做点回应 谢谢大家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多少钱